阿里巴巴零九九八八走势疲弱。这一年以来股价已跌42%,但对于一众投资者来说,噩梦似乎仍未结束。 最新数据显示,本季已有大量机构投资者再次抛售阿里巴巴在美股上市的股票,而分析指抛售潮有可能会延续几个月。 阿里的股价亦会低迷一段时间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管理资产至少为1亿美元的投资经理归类为机构投资者,并要求他们每季度在13F文件被案中披露持股情况。 在阿里巴巴的案例中,在过去的13F申报周期中,机构投资者总共抛售了约8300万股股票。 阿里巴巴若有27.1亿股已发行股票,即使紧在一季内就有大约3.1%的股票被抛售。 再者,出售阿里巴巴股票的机构数量,明显多于买入的机构,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机构投资者都不看好阿里前景。 若提取40间与阿里巴巴同行业互联网零售行业的公司数据来分析。 这类机构投资者只减持了12间公司,而增持了28间公司。 这代表机构投资者其实看好行业,只是对投资阿里巴巴普怀疑态度。 市场估计,今次抛售的原因来不开监管问题。 美国Z对在美国上市的不合规外国公司,包括阿里巴巴,要求他们接受审计检查,或最终从美国交易所除牌。 而Z对在美国上市的不合规外国公司,包括阿里巴巴,要求他们接受审计检查,或最终从美国交易所除牌。 市场估计会有几个情况出现。 1. 中美贸易,监管问题会有所缓和。阿里巴巴股教会上涨。 2. 阿里巴巴及不合规的公司会被罚款,但刑能在美国上市。 3. 阿里巴巴和类似公司对美国的审计检查开放,并出现严重的报告违规行为。 4. 也许此类公司愿意接受美国审计检查,但没有发现违规行为。 5. 阿里巴巴和此类公司有可能从美国交易所退市。经济一周推介除了股东的困境之外。 阿里巴巴还在其核心中国市场面临经营压力。基于中国的反垄断法,阿里巴巴的业绩可能会恶化。 阿里巴巴最新财报显示,其调整后以BITDA利润率为17%,低于去年的31%,公司也下调了今年的收入预期。 儘管阿里巴巴巴现时的估值倍数非常吸引。但鉴于机构投资者不断抛售股票。散户似乎都是避免留底较为明智。 是想想,若这些机构投资者认为股票已经足底,他们就会等股票回稳财抛售。 如此看来,阿里似乎空多吉小。